这是我见过最虚荣的女人 平时在网上各种炫富 豪华大餐 名牌包包 野人就是一个白富美 然而在现实中 女人穷到只能吃泡面 买个名牌包要分期三年 就连做美甲也只做一只手 女人名叫小美 在一次高端聚会上 她既不和闺蜜聊天 也不和帅哥搭讪 而是对着烤肉不停拍照 拍完美食 小美又来到网球场 遇到一个帅哥搭讪 她满脸不耐烦 当看到男人的钻石名表后 突然眼前一亮 态度立马转变 和高富帅攀谈起来 甚至主动要求合影 但没想到小美只拍手表 不仅如此 还对着名牌鞋子狂拍 接着她又去拍别人跑车 闺蜜跑过来告诉她 那个帅哥被我看上了 也最好离她远点 小美表示没兴趣 从聚会离开后 小美把租来的衣服鞋包 全部归还 然后迫不及待发照片炫富 谎称客户请吃高级牛排 当然这么出汗不够 她又发了男人的照片 故意露出高级名表 把她说成自己男朋友 为了营造白富美人设 小美把自己包装成 住在富人区的女白领 男友又帅又有钱 照片发布后 小美粉丝量蹭蹭上涨 看着网友的点赞留言 小美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然而现实中 小美只是印刷厂的一个员工 对工作根本不上心 每天就想着如何长粉 如何炫富 这天小美粉丝终于长到5万 其中有位叫咪咪子的粉丝 引起小美的注意 每条消息她都评论 各种花式追捧 甚至还专门制作网站 帮小美吸粉 小美开心极了 反手就是一个护官 小美为了炫富 来了高级美甲店 花半价只做了一只手 上船后 粉丝数猛涨 谁也回到家 她用床单裹着双腿拍照 假装穿着和服在泡温泉 最后小美放下手机 窝在狭小杂乱的出租屋里 吃起了泡面 可悲又可怜 女人驱荣起来有多可怕 小美是个穷光蛋 可在外人眼里 她却是灰金如土的白富美 一阵名牌全是租来的 豪车也是拍别人的 只为发到网上炫富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天 小美看到网红娜娜 竟买了个名牌包 她不想认输 立马去奢侈品店 买下一个更贵的包 哪怕分三年夫妻 也毫不犹豫 忽然晒包后 戏粉成果显著 但她很快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炫富 都无法超越娜娜 小美感到非常沮丧 她和铁粉咪咪子抱怨 表达了对娜娜的不满 使着咪咪子只回了一个笑脸 下班后 小美到了一张图 假装这和男友吃大餐 然后跑去小饭馆吃拉面 忽然她收到咪咪子的私信 吃完大餐又吃面 会长胖的 小美吓坏了 她环顾四周都是男人 出去寻找 也没有任何发现 第二天上班 小美又收到咪咪子私信 你不是住在富人区吗 小美吓得赶紧离开 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 同时告诉小美 最近很火的网红娜娜死了 据说被人推下站台 却一谋杀 小美突然想到 咪咪子曾发来的诡异表情 这时传真机打印出一张纸 上面写着 接着又传来案发现场的照片 竟然是凶手的视角 小美吓坏了 她发疯似的跑回家 发现门锁被人撬开 屋里全部被搬空 咪咪子进指挥搬家公司 把小美所有东西 都搬到富人区 因为她觉得 那在这小美该住的地方 小美彻底慌了 她想把账号注销 可根本注销不了 这要砸手机 一个花盆突然掉楼 差点砸小美头上 吓得她瘫坐在地 寒眉来得及喘口气 手机再次响起 又是咪咪子的私信 她说自己会365天24小时 无时无刻关注着小美 看着咪咪子的头像 小美突然想到 闺蜜也有一双红色鞋子 怀疑这一切都是她干的 小美打电话质问闺蜜 却得到对方的冷嘲热讽 原来闺蜜早就知道 她冒充白富美的事情 正当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意外发生了 这个女网红被粉丝盯上了 不但收到骚扰短信 扬言要24小时监视她 甚至连小美闺蜜 也被她坐楼上推下来 看着死去的闺蜜 小美发出尖叫 她知道自己被咪咪子控制了 如果不听话 以后可能还会死人 画面一转 小美身穿礼服来到西餐厅 当服务员告诉她 你的信用卡已经透支 小美崩溃了 看着租来的衣服被弄脏 小美紧张得不知所措 这时咪咪子发来消息 衣服弄脏可要掉粉了哦 小美不愿就此妥协 赶紧跑到名牌店 抢走了衣服和鞋子 强行换上后奔跑在大街上 明明子说你穿着身衣服 没有项帘搭配 不好看 小美已经彻底疯狂 她冲上去抢走两个贵妇的手势 面对警察的追捕 小美跌跌撞撞跑到路中间 被一辆车撞倒在地 路人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小美狼狈地向前爬 只为戴上那枚戒指 她躺在冰冷的地面 看着闪闪发光的钻戒 小美咽下最后一口气 车里那只手也点了曲棺 诡异的是 粉丝数逐渐消失甚至清零 仿佛小美从来没有存在过 凶手到底是谁 本篇没有给出答案 与其说凶手是某个人 不如说她其实是 每个人都有的虚荣心 追求潮流 荒木攀比 过分看重别人评价 活在虚假的美梦里 正是这些 一步步将小美推入深渊 希望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能够引以为戒